新北市卢州发生了一起离奇车祸 有两辆休旅车在等红灯 突然听到两声喇叭之后呢 就突然被大力的往前推 最前面的车甚至往前爆冲了五公尺 原来是一辆黑色胶车 高速从后方冲撞 但这撞击力道实在太大了 让肇事驾驶送一不止 下午三点 新北市卢州环堤大道跟永平接口 绿灯机车才刚过马路 却突然听到喇叭声 不到两秒一声撞击 一辆休旅车冲出路口 还有轮胎滚出来 只见驾驶下车一脸惊饿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回头一看整个傻眼 就听到很大的蹦一声啊 第一台第二台车在停红灯 然后第三台车撞下去 所以就变成这样啊 原来是一辆黑色轿车 高速从后方冲撞 车头几乎塞进前车里 中间的休旅车被挤上安全岛 状况最惨 车前车后几乎全毁 车牌也不知去向 肇事驾驶卡在车中 消防人员赶紧出动油压检抢救 但急救后还是宣告不至 他们在停红灯 然后结果那个人完全没刹车 按了几声喇叭声 可是那是红灯 红灯只不能动啊 那结果就撞下去了 他们也吓了一跳 警方表示 肇事的无姓驾驶没有喝酒 但从前一个路口 就有间高速闯红灯 肇事原因有待调查 现有被撞的两名驾驶没有受伤 但首规矩提红灯竟然被撞飞 这路口惊魂祭 肯定让他们终身难忘 最新闻的猴志伦 新北新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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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